炸酥肉食 面糊是关键 花椒是灵魂 火锅店大厨教你做 又享用酥脆 学会了记得给我点赞 收藏料 把花椒立放到锅里面给它炒熟 准备一块的花椒把它去皮 因为这个皮的口感不好 炸起来的话肯定是吃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的皮去掉 把这个五花肉切成条 加点盐 料酒 酥花椒立合姜末 放手抓熔腌制 10分钟入味 酥脆的秘语就是这一袋酥肉粉 加一个笨蛋 一点食用油 先把这个鸡蛋给搅拌均匀 然后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清水 搅拌成比酸辣还要浓重的状态就可以了 放入肉条 搅拌均匀 让每一个肉条都能裹上这个面 放进去能够快速起泡的油温就可以了 这个鸡蛋给它放进去 炸的像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鸡蛋 感谢观看